你知道中華航空的機位,用這兩種旅程兌換最划算嗎? 咦?但是有聽說,華航現在不開放給合作夥伴的旅程兌換 這是真的嗎? 那現在要兌換華航,究竟該使用哪一種旅程呢? Hi,大家好,我是不想上班的布萊蒂 之前的影片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怎麼去運用Flying Blue與 Virgin Atlantic這兩種旅程,超划算兌換中華航空的機票 而且這不只是只有商務艙,有時候連兌換經濟艙都可以幫我們省下很多費用 但是從今年5月開始,我們就發現中華航空刻意減少了釋出給合作夥伴的機位數量 有些熱門航線,像是東京,甚至連華航自家的旅程都換不到 今天的影片,布萊蒂就要來跟大家詳細報告 究竟Flying Blue與 Virgin Atlantic這兩種旅程,到底還能不能兌換中華航空呢? 哪些航線目前有開放兌換? 最重要的,我們要選擇哪一種旅程才最划算? 影片開始之前,先讓我們進一段工商服務時間吧! JFY現在呢,我們會找一些不錯的供應商 那他在日本的時候呢,也使用了我們JFY的eSIM網路服務 JFY這個,從他的App裡面,然後直接去選擇eSIM 然後就可以選擇你要的方案,然後很快就得到網路 我自己覺得還蠻好用的,整個流程相當的順暢 就是不太會擔心說,我在那邊手動加eSIM的時候 有那種突然就,掃不到網路啊,連不上這樣子的狀況 這麼好用的東西,我們這次也幫大家進去到最後唷 歡迎經由影片下方的資訊欄,來去一起享受我們特別的優惠 如果你是要回來台灣的朋友,因為聽到時間可能會比較長 所以你買的流量越多,折扣可能會越多喔 買的越多,折扣越多 那我們一看下方資訊欄吧 讓我們回到正題 如果你覺得布萊蒂這部影片很棒,有料,是干貨 請務必與身邊的同好分享 記得訂閱,並且按著小鈴鐺 這樣才能注意到我第一手的實戰戰學攻略喔 第一個布萊蒂要回答的問題 就是目前中華航空,究竟還有哪一些航線有開放給合作夥伴的里程兌換呢? 先提醒大家喔 中華航空在台灣,除了桃園,還有高雄小港機場這個重要的樞紐 一共有10條航線,飛往各個亞洲區域航點 包含了日本東京、大阪、韓國仁川跟金埔 中國上海、深圳、香港、東南亞的部分 則有新加坡、曼谷以及菲律賓的馬尼拉 布萊蒂剛剛介紹的10條航線 通通都可以用Flying Blue與Virgin Atlantis這兩種里程來兌換 大家可以參考之前影片中的步驟教學 使用法國航空的官網來查詢有沒有中華航空的機位 如果有位置的話 使用Flying Blue里程的朋友們可以直接線上預訂 而使用Virgin Atlantis的朋友們呢 則需要打電話給客服開票 布萊蒂才剛剛用Virgin Atlantis的里程 幫家人兌換了兩張高雄到大阪的來回機票 每張票只要2萬里加上80元美金的稅費 相比官網購票節省了超過一半的費用 真的是非常的划算 那台北呢? 桃園機場目前還有航線可以兌換嗎? 這答案是肯定的哦 先來看東北亞航線 許多朋友們最關心的日本 目前只剩下了高松還有廣島可以用合作夥伴的里程兌換 而韓國的部分呢 只有釜山可以穩定查到機位 這意味著如果你累積里程的主要用途 是兌換日本大城市的機票 像是東京、大阪、札幌、福岡、鳴谷屋這些 目前Flying Blue跟Virgin Atlantis 這兩種里程並不適合你哦 請考慮改用華航自家的里程 或是直接購買機票 華航目前的6個中國航點 北京、上海、成都、廣州、深圳跟香港 布萊蒂實際查詢的結果 除了香港之外 都很容易找到里程可以兌換的機位 讓我們再把視線移到東南亞 目前菲律賓素物、越南河內、柬埔寨金邊 還有馬來西亞的檳城跟吉隆坡 印尼亞加達 華航都有開放里程機位 給合作夥伴的里程預定 周繼航線的部分 關鍵的美國航點 目前都沒有辦法穩定找到機位 只有加拿大溫哥華的放票規律 將對穩定 歐洲的部分 目前法蘭克福、布拉格 以及羅馬這三個行點 布萊蒂持續有看到機位陸續釋出 既然我們已經知道了 華航不是全面封鎖 依然開放眾多航線的機位 給合作夥伴的里程兌換 那第二個問題自然是 如果想要兌換這些行點的機票 要使用哪一種里程比較划算呢 這邊布萊蒂也幫大家查好了 讓我們從台北開始一一比較吧 就區域航線來說 大多數的航點使用 Virgin里程所需要的數量會比較少 像是兌換台北到廣島的商務艙 Flying Blue單程需要 20500里 但是Virgin of Atlantic 就只需要15500里而已 不過呢 就上海跟深圳這兩個航點來說 使用哪一種里程都差不多 單程經濟艙就是5000里左右 商務艙也只要15000里而已 東南亞的部分可以分為兩塊 距離台灣比較近的 像是河內啊 樹屋啊 跟金邊 使用Virgin的里程會比較划算 但是飛行距離在1500mils以上的地方 像是雅加達 吉隆坡跟 使用Flying Blue就會更有優勢 特別是在兌換商務艙這一塊 例如使用Virgin里程兌換台北到冰城的時候 單程經濟艙需要11500里 商務艙35000里 但是如果我們使用Flying Blue里程的話 經濟艙就變成10500里 而商務艙更直接降到只要21000里而已 馬上少了40% 事實上 Flying Blue這種里程就是這樣 飛得越遠越好 還有用來兌換商務艙會更划算 當我們把視野拓展到全球航點的時候 就會發現這個差距越來越明顯 例如溫哥華到台北 使用Virgin里程 單程商務艙需要85000里 但是使用Flying Blue的時候 就只需要64500里而已 讓我們快速來看一下 高雄出發的航班吧 趨勢也是差不多的 極短距離的航班 用哪一種里程來兌換都差不多 然後飛行距離1000-1500 miles的航點 用Virgin會比較划算 遠一點的時候 Flying Blue會比較有優勢 講到這邊 大家應該對於Flying Blue 以及Virgin of Atlantic 這兩種里程有基本的認識了吧 布蘭蒂再快速統整一次 第一 查票一律要使用法國航空或是荷蘭航空的網站 持有Flying Blue里程的人 可以查好之後線上開票 但如果你想要使用Virgin里程的話 就必須打電話給客服預定行程 第二 Virgin里程適合兌換飛行距離1500 miles以內的航班 1500 miles以上的飛行距離 使用Flying Blue相對會比較划算 每條航線的飛行距離 大家可以使用GC Map這個小工具 來快速查詢 第三 目前中華航空 僅就畫面上所列出的航點 有釋出機位給合作夥伴的里程兌換 如果你要去的是東京 札幌或是縣港 千萬不要因為這樣 去累積或購買Flying Blue 以及Virgin of Atlantic 這兩種里程哦 必須要使用華航自家的里程 才能夠換到 以上就是布蘭今天的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大家掰掰